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呀 今天开始要为大家讲述一部新的韩剧《隧道》 隧道,是韩国OCN有线电视台于2017年3月25日起 在周末当播出的科幻行政连续剧 下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韩剧《隧道》第一章的精彩剧情 1985年,专案组刑警普光号,正在追逐一名犯人 他偷了别人家的牛,穿过一片芦苇地时,不小心摔倒 抬头一看,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 光号这才注意到,面前居然有剧女师 双手被绑在身后,看样子死了很久 光号隶属华阳景区,无记者公开报道此事 光号对他非常不满 班长突然给他梳头戏领带 这么英俊的小伙,必须得好好打扮一下 因为班长给他介绍了个对象 光号不想去相亲 可班长一片好心,直接拒绝有点不妥 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本来只是应付差事 可没想到这位严淑姑娘深得他意 这趟没拔来 茶馆的春鸡姑娘上前嘲笑他 整天拉里拉他的 今天怎么把头发都梳上去了 在茶馆见完面后 两人出去散步 光号一直跟在严淑身后 心里美滋滋的 前方突然出来一辆车 光号赶忙把他护住 小手就这样牵在了一起 光号反应过来后赶忙松开 自此光号心里变有了严淑 没事就坐在那傻笑 他按耐不住对严淑的思念 偷偷躲起来 给他打电话 严淑有点不满 相亲那天牵完手 就把他晾到一边 直到今天才联系 看来两人都喜欢上了彼此 班长突然出现 把光号吓了一跳 严淑可是他介绍的 没事 继续打吧 严淑突然有事把电话挂了 光号重新拿起电话 与严淑完美错过 这时电话又响了 光号以为是严淑 可没想到又发现一具尸体 距离上个案子还不到半个月 又发生一起命案 老妖听说 昨天下午这还没有尸体 案发时间可能是在昨晚 老妖有个毛病 一看到尸体就想吐 他们在警局吃饭时 无记者突然出现 班长给了个颜色 老妖立刻把案件资料收拾起来 无记者听说 又死了个穿短裙的女人 根据他多年的记者经验 这不是一般的案子 凶手一看到穿短裙的女人 就恨不得杀死 大家非常默契地不搭理他 他突然想起 门口有个叫严淑的女人 不知道在等谁 光号赶忙放下碗去找严淑 严淑觉得光号很想他 所以才来让光号看看 一解思念之情 原来光号每天晚上提着手电 在严淑家门口一闪一闪的 搞得人睡不好觉 其实严淑喜欢光号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是刑警 光号一直忙于抓坏人 都顾不上联系他 证明他的眼光没错 他和光号约定 等抓到犯人后就开始约会 他会一直静静地等待 1985年的调查手段非常落后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个个排查 几乎所有跟死者有关的人 都被带回警局盘问 日复一日 还是没有丝毫进展 他们来到茶馆 今天春鸡不在 老板娘说是送外卖去了 每次去印刷店就忘了时间 夜深后 老妖撑着眼皮打瞌睡 老板娘突然跑来 这春鸡还没回来 老妖一看表 11点15分应该快回来了吧 上次不是哪个茶馆给的钱多 就跑去干了两天才跑回来的 老板娘说这次不一样 存折还在这里 要走的话会带走存折的 老妖让她不要担心 天亮后又出现一具女尸 茶馆的春鸡姑娘遇害了 老板娘伤心欲绝 她都说了这次不一样 为什么还会变成这样 老妖心情复杂 是她让老板娘回去等的 卫生所的老金推测死亡时间 是昨晚9点左右 光浩觉得有点奇怪 前两个被害人 也是被丝袜勒死的 难道都是一个人干的 班长让她别瞎猜 没事去看看春鸡的账本 一连发生三起命案 光浩都不知道 该从什么地方入手了 她翻看春鸡的账本 突然想起老板娘说过 春鸡一去印刷店 就忘了时间 她把春鸡去印刷店的记录 都做了标记 临走时发现老妖坐在门口 春鸡遇害后 老妖非常自责 她没有信心干下去了 光浩说 春鸡又不是你杀的 而且昨晚9点就死了 就算你当时出去找 也就不回春鸡来 觉得愧疚就去 把凶手抓回来 老妖这才振作起来 跟着光浩去印刷店 据说春鸡喜欢 那个姓金的小子 每次来都找他 走的时候 大概是7点左右 那晚他们订单叫多 工作到凌晨财下的班 已经死了三个 局长下令年前必须破案 可现在他们什么都没有 另一名刑警说 只要再发生一起命案 肯定会有线索的 光浩差点上去抽他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光浩和言书步入婚姻的殿堂 结婚后的日子简单而幸福 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一天晚上 一名女子走夜路回家 他还给丈夫买了礼物 身后突然冲出来一个人 随着一声惨叫 悲剧再次发生 老妖把光浩叫醒 他也不想打扰前辈休息 可没办法又有案子了 光浩感到现场 与前几次一样 也是被丝袜勒死的 死者徐希秀 26岁 住在前面的公寓 老妖用公用电话联系过家里 但没人接听 光浩有点不满 人都死了 还用电话联系 他要亲自去死者家一趟 徐希秀的丈夫 正抱着孩子在门口等着 光浩有点于心不忍 但必须将事实告诉对方 丈夫不敢相信 妻子竟然就这么走了 光浩找到卖那条领带的店铺 徐希秀是七点左右 从这离开的 然后坐公交走了 司机还记得 他在十八时下的车 当时有个军人和他一起下车 看着闷闷不乐的光浩 严叔陪他一起淋雨 希望能雨过天晴 尽快抓到凶手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1986年9月20日 徐希秀的丈夫一如既往地坐在警局 等待凶手落网 光浩叫他以后不要来了 有结果的话会通知他的 他知道每次来都会让大家不自在 但除了这样他没有别的办法了 不久后 隧道里又发现 巨尸体也是被丝袜勒死的 光浩突然发现 死者脚后跟有个纹身 他立刻去找卫生所的老金 之前的死者脚后跟是不是也有点 老金想了想 没错 好像是有点 光浩让他赶快收拾收拾 马上会有尸体进来 脚后跟有六个点 老金一听不对吧 应该是五个点 怎么会是六个呢 光浩记得他没看错呀 就是六个点 难道第五个被害人的尸体还没找到 警方立刻展开大规模搜索行动 光浩忙得连家都回不了 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换身衣服就得走 严叔送给他一个哨子 遇到危险的话 只要一吹 严叔就会立刻来救他 光浩开心地笑了 他答应严叔等解决这件案子后 就带他去汉江坐游轮 两人挥手道别 预感又出现了 感觉光浩会一去不复反扬 光浩让老妖把案发地点在地图上圈起来 看样子再来两个的话 就成北斗七星了 光浩不得不佩服老妖的神脑洞 这样下去还怎么当刑警 光浩一直在研究地图 他认为第一次肯定会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因为没被抓到 慢慢就变得更加自信 然后越走越远 那凶手所在的地方 肯定是第一个案发地附近 他立刻拉上老妖去周围走访 这次还真让他发现点线索 听小姑娘说 附近的小狗都失踪了 大人们都说半夜会有狗贩子偷狗 可他却不这样认为 他家小狗消失那天 有个哥哥一直在门口转悠 那个哥哥就住在山坡上 光浩来到小姑娘说的地方 在墙角发现几个小土包 土包下埋的是小狗的尸体 光浩不敢相信 世上还有这种疯子 这时小姑娘说的 哥哥回来了 光浩把他带回警局 他承认自己杀了狗 但绝对没杀过人 光浩可不相信他这种疯子说的话 班长竟然拦住光浩 已经确认过 案发当时他有不在场证明 光浩再次出发寻找犯人 在这个时间去案发现场 应该能发现点什么 光浩不知不觉地来到一个地方 距离祈祷院五百米左右 这里有个隧道口 手电突然失灵 这是一股浓浓的香烟味传来 他朝隧道看去 有人正躺在那抽烟 第六名被害人就死在隧道 光浩立刻追了上去 那人跑得比他更快 不疑惑就消失了 对方趁光浩不注意把他打晕 严淑也突然刺破手指 光浩的哨子都飞了出去 那人在光浩面前蹲下 可光浩根本看不清他的脸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隧道身处 光浩把手伸向哨子 可他拼尽全力也够不着 隧道 第一章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这不仅是一部刑侦剧 也是一部穿越剧 下一章中 光浩从隧道里醒过来 回到警局里 却发现警局里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光浩看到时间显示是2016年 觉得很莫名其妙 光浩得知他的身份完全被更改了 目前的他是被调到重案组来担任警长的 光浩无法接受这一切 从警局跑了出来 想回去自己的家 但却始终找不到 光浩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吧 好了 本章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